来看国民党在桃园县第二选区立委补选大输了一万六千多票 而落选人陈丽玲现在痛批国民党基层党部已经从根烂掉 选举如同作战 但是他经常当时是找不到党工 复选工作只有上面在动 基层却不为所动 他说他并不想伤害国民党 但是现在真的不土不快 如果不说出来的话 下个月选举现在陈学胜就可能会像我一样落选 他说我不希望自己的遭遇被复制在陈学胜身上